诗篇第122篇 称赞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 就是大魏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愿你城中平安 愿你功累兴旺 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 愿平安在你中间 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 诗篇第123篇 坐在天上的主啊 我向你举目 看啊 仆人的眼睛 怎样望主人的手 使女的眼睛 怎样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 也照样望耶和华 我们的神 直到他怜悯我们 耶和华 求你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被藐视 已到极处 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计较 和骄傲人的藐视 已到极处 真言第26章 夏天落雪 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 愚昧人得尊荣 也是如此 麻雀往来燕子翻飞 这样无辜的咒诅 也必不临到 鞭子是位打马 配头是位乐驴 形杖是位打愚昧人的背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回答他 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借愚昧人手 寄信的 是砍断自己的脚 自受损害 瘸子的脚 空存无用 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 也是如此 讲尊荣给愚昧人的 好像人把石子 包在鸡弦里 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 好像荆棘 赐入罪汉的手 故愚昧人的 与故过路人的 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 愚昧人行愚妄事 行了又行 就如狗转过来 吃他所吐的 你见自以为 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 更有指望 懒惰人说 道上有猛狮 街上有壮狮 门在枢钮转动 懒惰人在床上 也是如此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向口撤回 也以为牢罚 懒惰人看自己 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 更有智慧 过路被视激动 管理不甘挤的征镜 好像人揪住狗耳 人欺凌临舍 却说 我岂不是戏耍吗 他就像疯狂的人 抛制火把 利剑与杀人的兵器 火缺了柴 就必熄灭 无人传舌 征镜便止息 好征镜的人 伤祸争端 就如雨火加炭 火上加柴一样 传舌人的言语 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心腹 火热的嘴 奸恶的心 好像银渣包的瓦器 怨恨人的用嘴粉饰 心里却藏着诡诈 他用甜言蜜语 你不可信他 因为他心中有七样 可憎恶的 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 他的邪恶 必在汇中显露 挖陷坑的 自己必掉在其中 滚石头的 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虚晃的蛇 恨他所压伤的人 谄媚的口 败坏人的事 吉兰